抢抢三元行 咱们小军军 我怎么跟着他也叫你小军军来 别这么抢不想 不要跟我抢好不好 老大不抢 又婷已经抢掉了 小军军轮到我了 小军军别理他 你为什么这么迷恋小军军呢 我讲过了 我对高挑的女生 不是我只好坐在对面而已 他手不见得迷恋你吧 你算很高的吗 在我眼中高挑 不一定是高 是高挑女生 而且那一天他穿的衬衫 我对高挑穿衬衫的女生 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那街上太多了 所以我基本上不出街 老婆不给出街 最近咱们这个义军 我觉得也是这个怎么说呢 云游四海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 对吧 主要是有点时间比较闲 对又有了孩子 对吧又有老婆 又有孩子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 没关系 像我一个女人 该有的都有了 是吧 有很好的家庭 我总觉得你下面该转转转转转 没有啊 有知识 有文化 对吧 这个 他不是 他讲没老公吗 而且他有外语 他是有外语 外语 天呐 什么 我觉得 你听这个你已经振奋了 是吧 我也振奋了 谁啊 他的外语是阿拉伯语 外语 你是懂阿拉伯语的 你看英语不要说 人家懂阿拉伯语 我跟你说 现在 我的外语是广东话 我的外语才是广东话呢 我那天还跟他们讲了 我是中国的女主持人 你发现没有必备的一个素质啊 得会英语 这 全世界的好多 你看中国的男主持人 不见得个个都会英语 那最出名那个不是英语很好吗 谁 那进去了 中国男主持人英语最好的 就进去了 你就 清欢不要懂英语 但是你看中国女主持人 我发现你看女的 她就是条件 她就有很多条件 她会英语 这就是她的一个条件 其他方面呢 你也看不出什么了 没有没有 瞎说啊 这女主持人 我还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义军 义军 不好意思 我老听了 手下流程情 我看怎么进行 手下流程 我是想说呀 你最近生活状态特别好 而且就去了伊朗 对对对 是可以 因为一个神秘的国度 因为中东吧 我就没去过伊朗 不 当然也很多地方我没去过 因为我主要是学的是阿拉伯语 一直在阿拉伯国家打转 中东有五个非阿拉伯语的 波斯语的伊朗 它就是当中一个 所以我就去到那了 就想去看一下 这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伊朗不是老跟阿拉伯人 就他们就打仗了吗 以前跟伊拉克打仗什么 他们是波斯语 不一样 是波斯 他是波斯 宗教信仰一样 但是语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带点 带点这个伊朗的情报 我来告诉你 好 伊朗的情报就是 你这你所有用的信用卡 在那都不能用 为什么 它跟外面的金融体系 完全不一样吗 我们一般用的信用卡都不行 它不跟国际接轨吗 完全不行 因为它不是金融制裁 它就完全都不接轨 所以你得带一大桶 这个现金过去 对 其实那个地方的形势 我一直都弄不清楚 就是说 只有你们这些女记者 你们爱去那 我从来都不会去 稍微有点危险的地方 我绝对不会去 伊朗一点都不危险 因为封锁 它治安好极了 我告诉你 一点都不危险 伊朗跟伊拉克现在关系 对对对 怎么样 他们两个就是这个状况 天差地别 伊拉克现在不是很乱吗 伊朗 就是那个SM SMG SM SI ISIS IS 他们和伊拉克和伊朗 这几个地方 这没什么关系 他们是这样子的 就是伊拉克萨达姆的时候 不是逊尼派吗 所以跟这个 跟实业派的伊朗就老打架 后来就美国人来了 把逊尼派的这个萨达姆给赶走了 把实业派的人给弄回来了 他们俩就信了 就是说伊朗和伊拉克信的是同一个这个教派了 所以当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 这小布什就很蠢嘛 把把伊朗敌人给打跑了 搞得伊朗现在在中东势力很大 但这个ISIS现在 他又是一个信仰逊尼派的 他又回来 有对 所以就很乱现在 基本上很乱 而且现在就是 你看那视频呢 砍美国记者的头 你看到吗 我没看 我看标题 我都没看 他穿了一个 他肯定不能放出来那个砍的 还可以找到 我坦白讲 我拿着iPad看 我手 我没看 我就是手发抖 我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不能否认是好奇 后来我就按不下去了 我手 不要看这种事 太残酷 你说这个不是激怒老美吗 故意的 还有人 他们有人在白宫门口拍了一张照片 说我们在这 但就不一定是了 就有人有一个 不知道是这个是恶搞还是什么 有人在白宫门口 就自己手里拿一张纸 说我是这个是ISIS 我已经到这里了 但现在而且你知道 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刚才说呢 我说民主 暴力民主化嘛 谁都能 你说你这一个游客 我随便拿张纸 我一拍 在网上就传开了 大家就开始恐慌 这个东西 现在恐慌传播的成本特别的小 对 你就给传开了 然后呢 现在其实你看这个 他这样一个组织 他现在攻城落地就很快嘛 但他有个弱点 你看他在哪 其实他站不住 他这个扩张速度太快了 你从军事上来讲 是不太不太合理的 你应该在哪 经营一下对吧 他很快 那美国人现在来这个收拾他 我就觉得从军事上来讲 你打 就打保他挺容易的 他可能又 他又回去了 又干嘛了 但是你要消除他这个影响 这种恐怖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蛮难的 现在整个时代 现在越来越不安全 他根本就像古代的楼寇 楼寇 而且他没有信仰 没有价值 他有信仰 他强加给别人 那一套信仰 基本上都是假的嘛 他们那个爱看好莱坞片 很危险 我们讲他看到怎么办 对对对 你很有安全感 那那个那个假的嘛 他那一套所谓信仰 完全用暴力 用血腥 我就是楼寇 反正你进来 所以我们团体也不能离开 离开就要被杀 全部那个 对 然后女人全是我们的 但我跟你讲 去伊朗 你都觉得 我就觉得完全是 另外一个事件 我就想到了 就是另外一个时空一样 你在外面觉得他很乱吧 进去里面安全极了 是吗 因为他这个地方呢 就是整个是封锁 所以呢 我就很闭塞嘛 外面东西他进不来 他网络也闭塞 什么也闭塞 他整个是一种 其实这次不太适合 有点圆生态 你跟明峰也很淳朴 你跟人去教 我觉得他们教育水平 就素质特别高 就惊到我了 出车司机跟我 就有一个是 他不是出车 就是一个驾驶员 跟我聊海明威 人家学的是美国文学 然后呢 有一个小翻译 跟我聊小众电影 他要当导演 你知道 这个伊朗电影 都很发达的 然后我去参观一个王宫 一个老王宫 一个开门的 我看一本 在开一本特别厚的书 我说你看什么书呢 我就过去看 因为他那个字母 我可以念 罗素的哲学 天哪 因为他们没有 咱们乱七八糟的 这些东西去玩 又玩微信 又玩这个 当然他们也有 这个Facebook 大家都翻墙 但是就外面的 这些东西干扰还少 所以基本上大家 就是 就你感觉整个社会 是被冻住的 一块活化石一样 会不会是 那个他们知道 情报员来了 赶快 赶快圆图安排样板 安排样板的机车车 你觉得他有这种 这个宗教的这种 这种很 怎么说呢 精神上面啊 神国神国 很神国的这种气氛 它是一个统治的手段而已了 我自己感觉 它是一个统治手段 就跟任何一种 意识形态来统治是一样的 那么 就而且他们跟我聊 就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伊朗不是禁忌很多吗 你 你女的 你 你不能露头发 对吧 你不能公开场合去谈恋爱 你不能 我就有个那个年轻人 就他跟我聊天 说他一个朋友 呃 带女朋友回家 被邻居举报 警察过来来检查 发现那个女孩 就已经不是处女 或者怎么样啊 一人120鞭子 就打的三个月不能下床 因为这种 这种情况 他们说 哎 我问他们怎么看这样 他们就说 我们政府特别的聪明 他们是怎么呢 管理你一个基本需求 啊 你不是人有很多的需求吗 他把你这一条控 就是管理你一个最基本需求 不让你做这种 很开放的爱 或者是性怎么样 然后呢 这些人就 成天脑子里想的 就是这个事情 每天我都在想 我什么时候能去找个姑娘呀 我有了机会 我就干嘛干嘛 哎 所以他们说 我们这样的以后呢 我们的注意力 全转移到这个事情上去了 啊 这这这 哎 我青少年时代 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性压抑 然后呢 就全想着这个 就 对 但是其他事情 他就不太关心 这这规矩蛮 蛮危险的哈 因为我约一个女朋友 他是不是处女 我也不知道啊 抓到检查 他不是处女 我也要被打120遍啊 对 那要先证明 我们看这里 你先给我证明你是处女 突然抓到了 怎么办 你其实想问题 比较考虑 我觉得蛮蛮恐怖的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国际特务活动 非常频繁 咱们看看你的这个拍摄的照片 伊朗 很少有机会去 伊朗可是个文明古国 对 这个是有 就是公元两 公元两百多年的 就是就是就是描绘 他们当就是当时 这个战争的胜利 大流氏 大流氏 这个你在 就是大英博物馆你见过 我在我跟你说 这一类的东西 师生人面 包括纽约的那个 大都会博物馆 哎呀 这地步主义 真是整个都给人拿过去 就是这个 伊朗还有 伊朗还有这种巨大的 破斯珀里斯 就是他们当时的 就是最辉煌的帝国时代 就相当于咱们这个 这个圆明园吧 或者是 这个紫禁城 这个遗址 而且他 你看他这个细节上 雕得特别的好看 那最后一个人 他都有一点微笑啊 什么的 这都已经 这也是有两千多年 这个你也见过 在这个大英博物馆 对吧 就这个狮子去咬他 后来我发现这个图案 他整个宫殿里 随处可见 就是一种精神象征 像咱们那个宫殿里 是什么花 福 什么仙鹤 长寿 人家是倡导这种精神 他是狮子咬牛 对对对 这是就是说 各国来供 就他们那时候 也就也很多的 这个 这个朝供国 感恩牛啊 就是他这个细节处 他这种瘦 他身上有这个翅膀 神兽 对对对 这都在大多年 西方的博物馆里 都能经常见到 对他 这个是你没想到 就他们居然啊 伊朗以前跟这个 美国好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博物馆 就是这个西方美术的 收藏是全世界第三 这个的 这个是米罗的画吗 这个 这个 这是安丁温侯 这个是玛丽莲梦露 看着一个带头巾的女孩 对 对 有有用手机吗 有有有 他们也有 你说的人 连手机都没有 他刚说嘛 一个封闭 没有手机 打电话还是可以 他那个是iPhone吗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走私的 这个是达利的画 达利 他们也都在看 但这种展触是很少见的 他们因为这个 这个宗教革命以后 都给封存了 他也是好像是展示 对美国要向他去改善关系的 一个信号 这是那个美国大使馆 就关了几十年了 就那时候那个 关闭了 那不烧了吗 对对对 那人事事件 那人事事件 现在还没恢复关系 没有 没有没有 就还封着呢 就这样子 有个特大的坚实探头 但是反美表语很少 反而是好多人在学托福 就在 都在学雅思 英语般特别的多 大家都想出去 再看下边 这个是现代摩登女性 就是染了头发 他们可以漏头发吗 理论上是不可以 他见到警察会拉上去 有风气警察 但有时候管的松 他有时候管的严 你看在下边 就是等于在逛夜店 这所有的 你看到这些 这个上面 这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本国人 本国人 你看他那头发染的 就不让他们干什么吧 他们其实都敢 没人抓吗 这是那段时间管得松 他们会有规律的 就是几点钟的时候管得严 什么季节管得严 春天 春天 就他们都有规律 多么短得松 看下面 哎呦 这个是我 我在当时 就是得就得穿成这样 哎呦 家伙看了真是 我又受信大发 哎 你说我 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对这个暑假 我也是 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热的问题 你 我到一些热带国家 我看见啊 满街 哎 你知道到没有 阿拉伯人现在真是有钱 游客啊 我要基我观察的啊 中国游客当然是最多了 咱躲都躲不及啊 但是呢 仅次于的 甚至有的时候 你在有些地方 我感觉比中国人还多的游客 是阿拉伯的 就是你看这个妇女啊 穿的这个黑的 你知道我当时感觉啊 我穿这个短裤背心啊 热的冒汗 我老是觉得 他们热 他们得热成什么样 但是没见他们出汗 对对对 他们说不 看你是这个是在哪 干热地区啊 沙漠地区 他们说那样 呃 头巾倒不一定要 但是长袍 他其实是很通风的 就男的 他穿那个白袍的 他下面是不穿内裤的 你们没穿吗 他们一般都不站着 就解决那个 就可以方便什么什么 他这是 这个是方 他是很方便 他很通风的 但女的那个呢 确实这个话就说的远了 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开始 他们说古兰金也没规定 一定要包成那样 后来就是越来越保守 包成那样 你看那个 那个伊朗人啊 他们就说 是我们好多事情都能忍 就是戴头巾这个事 说太热了 是吧 真的很热 回家他们就 那个什么 我因为我特别怕热 所以我看见 我老想问 但是我又怕冒犯人家 我说你们得多热 我在那戴着头巾 我觉得还挺好 我不用戴帽子了 就是就挺防晒 你你你像回在外面啊 看到阿拉伯人 不怕问他们 用普通话问 我常觉得是华人装 华人版 为什么不晓得我听过 好像的他们那个买东西啊 就有这种心理啊 大家觉得他是有钱人 然后优待特别好 同样是有钱人 假如他看你是中国土豪了 你进去了 他就觉得态度服务不好 你是阿拉伯的王子啊 那个那个贵妇啊 他的态度特好 还给你打个择 对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普通话 他们穿黑袍的 他有很多那个品牌的 你以为那个那个 Chanel在在迪拜 我见过一个店 卖黑袍的 是Chanel的 这个他都分 他都分层次 对 但伊朗吧 他们呢 其实就是竞技很多以后啊 他们随时随地都是在 我觉得那就像一个大舞台 随时随地 他们在展现自己 比如说你不让我露头发 对不对 我露一点 我就是在展现我自己 我在抗争 是吧 我染一个颜色 怎么样了啊 或者我这个上面松一点 然后你不让我那个唱歌 他们他们禁止音乐 音乐表演的时候不能见到乐器的 非常奇怪的 他们有地下乐团 或者在这个街头 然后有警察 我就跑 而且呢 你就你以为他们都很封闭啊 盗版的那个好莱坞的DVD 满大街都是 什么都有 然后我就特别好玩 有个小孩 他是卖那个盗版DVD的 我说你这种钱要干嘛 他是中学 然后要读大学吗 说我去读这个人类学 就冒盗版DVD做人 去读人类学 那个有意思 然后你就你就觉得说很多地方 你包括他那个景点什么的 因为现在去的这个 就是这个游客还少啊 他就保存的都很好 还有一种那种庄严感在那里 很多可能你去的游客 特别多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已经烂了 像一张就是明星片 已经推了色那种感觉 他那个地方很鲜活 我还有就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特别好 特别多中国人在哪 我都不知道 我从香港飞过去 飞机票很贵 你从广州飞特别便宜 我看到一个在伊朗的出车司机啊 他说我会三个中国单词 第一个当然是你好 你知道第二个什么吗 义乌 义乌都知道 小商品 义乌小商品市场 你知道这个关系就好 第三个是什么 有发票 第三个是上海 因为他去过 说那个上海人都骗他 然后但是他就整个 他因为中国 他现在不是整个 就是在国际上是禁运 他不能卖石油吗 然后中国买了很多 中国生意在那边做的都都蛮多的 就是基本上到全世界 听回来都是这句话 中国人真多啊 到哪里都是碰到 一定碰到嘛 做小生意 做什么都有 你刚说让我想起 以前看过一本书很好玩 一个英国的女作家写 他说他在伊朗那边教书 教书 然后带着一个小团体 都是学生 女学生 那下午下课之后 去他家读书 读什么呢 禁书 读美国英国的文学作品 那不准读的嘛 那时候那些 他这样描述那几个女学生啊 带那头巾穿黑袍 然后呢 很神秘的来 他敲他家的门 一开门一进来 第一件事就是把 衣服全部脱掉 然后里面呢 那些禁书啊 就塞在里面 禁书 然后解放了 这在他那个老师的家啊 听有滚乐 读那个文学 禁调的文学 那我描述的非常感人 他越禁忌的地方啊 他他他开放起来就越开放 我碰到有一个人 他是他是一个伊朗人 然后他后来是去美国了嘛 他回来 他说我在伊朗去参加的私人派对啊 什么比基尼派对 说我连在美国都没见过 就你关起门来 他就比谁都开放 他们有人从心理角度研究 那个贪官啊 为什么到最后抓出来 就说一百多个 两百多个情妇 那简直就变成一个那个性隐 就是他搞不完呢 就是你知道过去憋得太狠了 憋得太狠了 他就紧喷 他就这就 你这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啊 让我想起 我昨天看了这个王蒙老师最近都有一个讲座啊 他有一个观点啊 很有意思 他就说实际上啊 就是所有的后发国家 或者叫后发地区 民族地区 你实际上都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 现代化的问题 是 就是有些个你认为是民族矛盾的东西啊 他实际上也许问题的另一面呢 是他能不能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啊 又没有丢掉自己 又有他的本土化 这个这个矛盾啊 像这个像这个伊朗的例子就很好玩了 他那时候跟就是中国大清朝一样 对吧 就是一个一个就一个古文明碰到了 就是人家船舰抛利要比你更厉害 他当时有一个国王曾经想把这个伊朗人啊 全部改成性基督教 他也像我们那时候那个什么有有那个什么 武大臣去那个那个出国考察 他也出去考察回来说 我们要全部改成基督教 结果我就发现也推不下去 这个他转起来很困难 这很困难啊 就是会经历很大的这个痛苦 我讲到什么现代化西化啊 民国我们都知道了 一个很大的辩论 全盆西化什么现代化 到最后那个胡施先生啊 讲的 都知道了 我听到这里的东西 最后的东西 就不状传奇 什么事 我听到这里是什么事 我听到你最后的这个方法 也听到你最后我听到的